在年满65岁的健康国人当中,大约半数将面临严重残疾的风险。 新的终身互保计划将是我国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支柱, 帮助重度残障国人应付长期护理的开支。 终身互保须知 终身互保于2020年推出后,年龄介于30至40岁的国人都将自动加入这项计划。 接下来,年轻国人也将在年满30岁时自动加入这项计划。 40岁以上的国人可选择加入终身互保,获得更好的保障。 此外,终身互保将不设赔付期限,所赔者每月将获得一笔现金赔偿, 而且只要仍然有严重残疾,就能继续获得赔偿。 终身互保的赔付额会随着时间而增加。 计划于2020年推出时,最低赔付额是每月600人。 为了确保国人能负担得起保费, 政府将为有需要的国人提供津贴及援助, 确保国人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脱保。 国人可通过保健储蓄来支付全额保费。 终身互保将帮助国人应付长期护理的开支, 为国人提供终身的保障。 终身互保保护您的一生。 预知详情,请浏览